2020中国好声音年度五强学员荣耀诞生 他们是凭借歌曲三巡 成为中国好声音第一个获得转身的原创学员 礼剑战队的音乐学霸宋宇宁 从永不失联的爱 蝉联QQ榜单冠军开始 导师和亿万观众惊叹 这个拥有惊人音乐天赋的18岁少女 礼剑战队 善依纯 通过稳如泰山的表演经验 和迷人的舞台气质 捕护无数观众的心 谢霆锋完美参单战队的音乐剧演员 曹阳 用一首情歌开启了好声音之旅 随着演出作品难度的增加 他成为了李雨春一趟战队 当之无愧的宝石学员 潘红 代表年轻热血的乐队力量 用束手风格迥异的原创和翻唱作品 唱出当代流行乐队的多重表达 首支登上中国好声音舞台的乐队 李荣浩战队 斑马森林 无主极具个性和态度的学员 谁将夺取2020中国好声音 年度总冠军的殊荣 11月20日晚8点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 我们在武汉向全球华人直播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年的边编达 市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